资深议员林婉容盘点高雄重大市政议题 希望督出市府逐步落实推动 包括改善前镇渔港转型发展观光 带动地方经济之外呢 也争取目前荒废闲置的花卉市场用地 改辟成银法族的开心农场 具体良善的建议也获得市府正面回应 长期关注前镇渔港转型改造计划 市议员林婉容在总质询中 再度检视最新推动进度 希望在周央和地方共同努力之下 让全国最大的前镇渔港成为带动高雄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设 渔港的周边包括它的下水道工程 都已经40多年老旧的一些排水系统都不良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 这一次的整个渔港改造之后 希望说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代理市长杨明舟回应议员关注 前镇渔港改造案 说明目前计划受到中央权力支持 将以四年的时间分中长期计划来推动 周边的环境道路和测沟也会纳入改善 前呢除了这个短期有我们海洋局 目前正在执行中以外 中长城的计划是四年 从明年110到113一定会完成 那这个部分目前已经在行政院交由国花卉 在审议中那因为是院长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骑程应该会管控 一定会管控 关心前镇小港区银法族休闲生活 林婉容也向重目前闲置的国际花卉市场用地 建议农业局积极整理改造成银法族开心农场善用土地 它占地有8.2公顷 但是它实际使用的面积是4公顷 有4.2公顷是荒汇的 可以挪出一块来做市民农园 那市政府它怕说有一些人力不足 但是我们后勤都已经准备好了 有志工可以来带领 议员也一一盘点前镇小港地区重要公共工程计划 包括205兵工厂签建案 和争取设置社福中心 以及捷运轻轨等重大交通建设工程进度 希望多措施府相关单位加强重视 提升地方的生活环境品质 记者金线中黄兰军都熊报道